近日,国内成品油价迎来了新一轮调整,其中每吨机油上调145元,财油上调145元,涨幅为0.11到0.12元每升,这是今年内的第11次涨幅。 有不少车主表示,加买一箱油要比美国多花两倍的价格,为何国内油价如此之高?从最新的调价可以发现,国内的石油定价并非与国际油价同步,即便国际油价有下跌的迹象,国内也会不讲反升,归根结底,这与国家石油战略和税费有关。 中国的石油储备并不高,但需求量很庞大,以目前的汽车保有量来计算,每年是要消耗30多亿吨石油油,为之全球第二。 所以,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,不断调整油价是非常必要的,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合理的供求关系,降低消费者对石油的需求,还能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。 当然,税费也是导致油价高的重要原因,以目前广州92号汽油,7.68元每升为例,每家一升汽油的税费约为3.69元。 那么这些税费,又有哪些部分组成呢? 一,消费税,成品油消费税的占比仅次于落油,其比重约为27%,从2012年9月起,这种消费税从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个人盯收,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加油时已经安含了这部分税款。 截至目前,汽油消费税的单位税额为1.52元每升,柴油的单位税额为1.2元每升。 二,增值税,石油需要经过蒸油、练化反应等才能变为车用油,其中必然会产生增值额,所以每家一升汽油,同样需要缴纳增值税。 据悉,国内增值税已从17%降至16%,总体上油价会有所降低。 三,承建税,承建税总称为城市维护建设税,它是一种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为寄税依据的税费,也就是说承建税只有附加税的特性。 另外,国家需要不断的发展,正所谓要享富,先修路,所以消费者需要为城市维护及建设做出应尽的责任。 四,企业所得税,油价所包含的企业所得税一般,以7%的利用率计算。 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有很多加油站,除了常见的中学化和中食欲游,还有私营游站和独自游站,这些游站在定价前,会把税款价接至消费者身上。 五,教育附加税,也许有车主会纳闷,加油与教育有何关系? 在国家税制中,教育附加税是根据消费税,增值税累计税标准,对单位及个人增收的一项税款,也就是说只要存在消费税及增值税,就必须同时缴乱教育附加税。 六,比方教育附加税与上述教育附加税不同的是,地方教育附加税的税款直接流入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等。 教育附加税的原理与教育附加税相同,相信不少车主会恍然大悟,原来加个油也需要那么多税费,写在最后,从以上的税费不难看出,国内燃油价格之所以编高是有原因的。 假设出去各类税费,实际的油价将与美国相当,不过中国并不是什么石油大国,先天就不具备优势,所以广大车主还是要选择理解。 另外,消费者对燃油的需求,也会影响油教的起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